我們如何安裝我們的電腦 就是我們需要用它的專用軟體 灌它的印表機驅動 好 我們現在要來安裝我們的F130的驅動軟體喔 光碟片插入之後會有這些視窗 但我們只需要點選我們的安裝檔 點下去 然後就開始安裝 它的安裝流程也很簡單 因為它現在已經非常的人性化 我們就照著它步驟繼續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墨水已經填充完成 然後再來就是它安裝驅動的方式 然後就等它一下 它現在會自動偵測說我們的印表機 因為我們的Wi-Fi已經設定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Wi-Fi我們就選擇它 然後它已經偵測到我的IP 就按下一步 然後我們是用透過無線網路的方式 所以我們等於就不需要去用USB線連接 因為它整個流程都是很順的 好 你看它也都偵測到了喔 然後再來下一步 好 這樣就全部安裝完成了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印表機設定